谁能想到呢?曾经风光无限的卡米拉,如今却面临王室权力斗争的惨烈结局,查尔斯国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儿子威廉,彻底背弃了与他共度风雨的妻子卡米拉。过去几个月,卡米拉的地位看似稳固,查尔斯不仅给予他王室珠宝的使用权,还大方将王室别墅送给卡米拉及其家族,甚至包括他前夫一脉的子孙。 表面上看,卡米拉仿佛是王室的实际掌权者,但这份宠爱并非出于真情,而更像是查尔斯在即将失去权力前的最后疯狂,吃瓜群众早已开始怀疑,查尔斯的慷慨是否只是一场虚假的秀,卡米拉的荣华并没有让王室其他成员买账。 安妮公主早已公开表态,王室的资产应由威廉王子继承,而卡米拉只能临时享用。 这一立场表明,查尔斯对卡米拉的许诺根本无法改变王室继承规则,安妮公主的强硬态度直击查尔斯的虚伪许诺,表明卡米拉在王室的地位注定无法长久,她的王后梦不过是权力斗争中的一场浮华。 许多人认为查尔斯对卡米拉宠爱有加,实则她早已站在了儿子威廉这一边。 9月12日,查尔斯批准威廉作为君主阅兵仪式的主角,这一安排清楚表明,威廉才是王室的未来掌权者,阅兵场上的威廉身着戎装,光彩夺目。 而查尔斯显得愈发苍老,暗示她的时代即将结束,查尔斯的选择并不难理解,即便暂时给予卡米拉财富,她最终还是把实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。 卡米拉可能曾幻想通过与查尔斯的婚姻为子孙谋取利益,但现实是,她的后代注定与王室的实权无援,查尔斯虽愿意给她奢华的生活,却从未打算让她的家族燃指王室的权力。 在王室权力的继承规则下,卡米拉的后代甚至无法获得正式的封号,她的风光不过是查尔斯给予的一时虚幻,而她的子孙将永远无法站在王室的核心舞台。 查尔斯对卡米拉的宠爱从未是真正的忠诚,她通过这段婚姻短暂巩固了自己的权力,但她的真正目标始终是确保儿子威廉的王位稳固。 卡米拉不过是这场权力交易中的一颗棋子,这一切早已注定,卡米拉可以享受短暂的荣华,但随着查尔斯病情加重,威廉逐渐掌握实权。 卡米拉的王后梦将无力回天,王室的权力斗争中,威廉无疑是最终的赢家,她不仅稳稳继承了王室的实权,还在父亲的支持下获得了未来的主导权。 卡米拉曾一度风光,但她终究只是权力地陪衬。威廉才是真正的掌权者,随着时间推移,卡米拉的荣华将逐渐褪色,而威廉的地位将愈发稳固,她的一切风光终将成为王室历史中的一场虚幻泡影。 此外,自从查尔斯年初宣布自己患上癌症后,这位曾经的公务狂人逐渐减少了公开活动,国王不是在医院看病,就是在宫中静养,日渐远离公众视野, 而与国王半生纠缠的卡米拉,显然没兴趣陪伴病重的丈夫,她忙得很,不仅有王室公务要应付,更是把大量时间投入到了自己的私人生活中,包括和前夫安德鲁及其儿女共度时光。 难道卡米拉真的对查尔斯的病情毫无关心? 对她来说,查尔斯的病弱或许正是她活动空间最大的时机,王室繁琐事物,她照应,前段婚姻的家庭关系她也维系得很好,谁会想到,作为王后? 她居然能这么自在地在两段生活中游刃有余,别看如今卡米拉在王室的地位看似稳固,但回想她和查尔斯双双出轨的过去,不禁让人质疑,这位王后的人品是否值得信赖? 查尔斯曾辜负了戴安娜,卡米拉也毫不客气地背叛了前夫安德鲁。 这一对出轨的鸳鸯,如今一个是国王,一个是王后,倒也旗鼓相当,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,卡米拉与前夫哥安德鲁如今竟然关系和谐,丝毫不见离婚后应有的尴尬。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,卡米拉近日甩开病中的查尔斯,现身与前夫和一对儿女亲密聚会,卡米拉的儿子汤姆还出版了一本书《烹饪与王冠》。 从维多利亚女王到查尔斯三世的皇家食谱,卡米拉特意出席为儿子助阵,安德鲁也不例外,带着前妻情一同亮相,这个场景真是让人扎舌。 作为王后的卡米拉,理应与现任国王查尔斯一道出现在公众面前,维护王室形象,偏偏却和前夫一家其乐融融,汤姆虽是查尔斯的轿子,但卡米拉与前夫共同抚养的儿女们,似乎才是她心中的真正家人。 更令人意外的是,卡米拉与前夫安德鲁竟在公众场合而语,俨然依附亲密无间的旧情人姿态,虽说两人早已离婚多年,但这种亲密互动让人忍不住猜测,他们的情感真的完全断干净了吗? 安德鲁虽然在婚,但他的二婚妻子早已去世,如今在与卡米拉同框,倒像是旧情复然,而卡米拉显然也不避嫌,丝毫没有对国王查尔斯的尊重。 这一举动让人不得不怀疑,卡米拉心中的真正丈夫究竟是谁,不仅卡米拉和前夫安德鲁关系融洽,他的妹妹安娜贝尔也在这次聚会中出现。 姐妹俩与安德鲁相处自然,亲密地仿佛一家人,这种场面不禁让人怀疑,卡米拉虽然嫁入王室多年,但他与前夫一家的关系似乎比与查尔斯的王室生活更为密切。 安德鲁家在两姐妹中间,笑得从容自在,仿佛自己才是那个真命天子。 卡米拉进入英国王室已经近二十年,当了王后也有两年了,但在处理两边家庭关系上,她的手段不可谓不高明,她儿子汤姆利用与王室的关系出版书籍,名利双收,而卡米拉不仅默许,还公开支持她成功维持着与前夫家族的和谐关系。 这种双面生活的艺术确实让人不禁佩服,相比之下,查尔斯的两个儿子简直成了笑话,哈利与哥哥威廉王子因与卡米拉的矛盾闹得是同水火,兄弟关系破裂,甚至不再往来,而卡米拉,这位曾经的小三,如今不仅稳坐王后之位,还能游刃有余地处理两段婚姻中的复杂关系,轻松驾驭查尔斯与前夫安德鲁,卡米拉的手段和智慧, 让她在风雨飘摇的王室中独占凹头,她不仅能完赚王室内部的权斗,还能让前夫与现任丈夫的关系不至于激化,正因为她的这份智慧,才让她在王室中屹立不倒。 而查尔斯的两个儿子,不论是哈利还是威廉,暂时都无法撼动她的地位。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,根据英国皇家历史学家罗伯特·莱西的爆料,威廉王子从来没有对父亲查尔斯的王室表现有过好脸色。 在莱西的著作《兄弟之战》中,卡米拉亲口向朋友透露,她曾多次目睹威廉在公开场合对查尔斯大发脾气, 甚至连她这个后妈在场时也毫不避讳,作为一位自视甚高的未来国王。 威廉对查尔斯有着不切实际的完美标准,而查尔斯无奈却沉默地接受着儿子的指责, 这对父子关系的冲突被形容为惊天动地,威廉毫不掩饰地对查尔斯发火, 而温顺的威尔氏亲王则毫无还击之力,场面之尴尬, 连一旁观战的卡米拉都不禁感到震惊,威廉对查尔斯的批评从未停止过, 毕竟在威廉眼中,她的父亲根本没有达到作为国王的责任标准, 看似冷静自持的卡米拉,竟然也会被这种家庭冲突吓到, 这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,作为一个在英国王室中挣扎上位的小三, 卡米拉早该对风风雨雨,司空见惯, 如今她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的所谓震惊, 无非是在给自己塑造一个无辜旁观者的形象, 卡米拉来自一个极其讲究礼仪和风度的家庭。 按理说,她的惊讶或许是因为无法适应王室内部这些激烈的情感对抗, 但实际上,卡米拉当年也不是什么温良攻减让的角色, 否则她怎会凭借一己之力打败戴安娜? 爬上如今王后的高位,威廉对查尔斯的种种抱怨, 其实源于两代人对君主责任感的截然不同理解, 威廉从小被灌输着王位继承人的光辉理想, 坚信自己和家人必须以最高标准来执行王室职责, 而她的父亲查尔斯却常常无法满足她这些理想化的期待, 导致父子之间经常发生剧烈冲突, 在这些激烈的家庭冲突中, 卡米拉扮演的角色似乎成了和世老, 她以王后的身份尽量保持中立, 不公开参与这些争吵, 而是私下和密友吐槽这场家庭风暴。 按莱西的说法, 卡米拉从未八怪这场父子大战, 而是优雅而谨慎地处理了这一切。 乍听之下, 这似乎是她展现成熟, 智慧的一面, 实际上, 这不过是她巧妙运用公关手段, 维系自己在王室中尴尬地位的另一个策略罢了, 卡米拉伸之, 作为继母, 她的立场非常微妙, 插手王室父子之间的争执, 可能会引火烧身, 与其介入, 不如冷眼旁观, 看着他们内斗的同时, 自己保全形象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, 我们一起探讨,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。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 我们下期再见。